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所以我們今天的牆子非常地強大 真的非常地強盛 從兩岸三地過來 剛剛介平老師看到現場這麼多人 他說這個哲武真的是台灣辦的最好 不只是台灣 兩岸三地辦的最好的一個文化論壇 等一下我們可以見識一下 讓大家見識一下說我們哲武的聽眾的知性所謂 那我先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講者 我們今天等一下會由吳建宁老師來主席 吳建宁老師來劇中研究院 他專長當然是做中國研究 尤其他最近一個很有名的事件就是 他主張說我們應該以人權共識來取代九二共識 那這個東西已經很熱烈的討論 我相信這也是未來台灣在從事 對於香港、中國的想像的時候 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石 那我們第一位講者是秦永強老師 他曾經來過我們哲學星期五 來自於人權共識的信心 謝謝大家 我們這位講者呢 大家老面子好 張子玲 林偉社的前任的社長 然後現在在請文化協會 大家去參加 好 第三位講者呢 是來自於香港的劉瑤 他現在在香港的很有名的一個論壇 叫Code China Code China現在在香港的 幸福集結很多人 香港、中國、台灣的青年 一起重新通名社會的思考 所以歡迎劉瑤 那我們現在就交給 吳建宁老師 我先聲明一下 剛剛有幾位說是我的學生吧 沒錯他們是我的學生 可是我今天沒有動員他們 你會討論他們嗎 今天這個場合真的非常難得 因為有 特別有一位顧勇 是從香港過來 過來特別參加這個活動 那開始之前呢 我們知道今天的題目叫 他者的想像 香港、台灣跟中國 從各位剛剛的自我介紹當中 也可以聽得到一些朋友的想法 已經非常的明確或者清晰 對於我們台灣人 怎麼去想像香港 怎麼想像中國 都已經有形成某種看法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座談 最大的一個作用 或許會慢慢去改變一下 或是調整一下我們對於 香港這個城邦 以及中國這個國家的一些看法 然後產生一些實質的 一種不為主體的一個想像的 邊界的擴充 那比如說有一位朋友 都提到香港 我們現在面對的各種這種 主權回規之後 面對的各種政治情境 自由度都受到壓迫 是帶著一種同情的有關 但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同意這一點 但是這一點之後 我覺得還有其他更多的訊息 我們應該知道 或者其他更多的了解的角度 比如說呢 從我自己的研究 跟訪談接觸 我覺得我們應該對香港 現在在做的事情 他們公民社會正在做的事情 像佔領中環的運動 其他的各種民族運動 跟本土 或者開放本土的運動 要抱以更大的興趣的了解 而且要對他們有敬意 因為他們能夠做是非常不簡單 我覺得不是我們想像的 好像他們是一昧的 去接受 被動的去接受中共的壓迫 事實上我們都在地的反抗 一場的反抗正在產生當中 好 那剛剛豐瑋已經大約介紹過 三位今天旅會的朋友 但是我還是想說 特別再介紹一行巨寶 加入各位幾分鐘的時間 就從最左邊劉瑯開始 劉瑯是香港中文大學全球傳播所的措施 他成立在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刊物 叫做陽光食物週刊 短暫工作過 這個刊物最近可能是因為劉瑯離開了 所以也暫時休刊了 劉瑯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就是他是Kochina的論壇的幹事 那這個Kochina在香港已經許多年了 在推動一些有關兩岸三地的交流 然後對於促進中國新年世代的一個 對於世界的認識 有辦了很多論壇活動 最近一次的論壇就今年暑假 他們在香港辦了一個應對活動 叫做開放的本土 那各位知道說有關門土 舊門土 其實門土還有陳雲的城邦論 門土論引起很大的爭議 所以各位等一下可以多聽聽誘養他們 怎麼去陳述他們對開放門土的看法 請坐 好 那第二位是那個子玲 子玲可以站起來嗎 兩位太喜歡站起來 子玲呢 各位認識他們比較多 他是02社的幹部 名畫是用台語唸的 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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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現在是西南文化協會的幹部 趙子玲 趙子玲 所以你的關係比較高 但是我昨天才去看那個子玲的Gmail的名片 有一句話我幫他唸一下 這次我自己介紹 他說我叫張子玲 我主張台灣獨立 好請坐 再來是錢老師 現在是不用做的 錢老師這是我的老師 所以我今天怎麼介紹錢老師呢 我讀過錢老師翻譯過的微博 用很多心理翻譯的文化 非常精闢 我們知道錢老師對於自由主義 政治哲學 動物權 這一二十年 有非常深的用功 那更重要一件工作 是錢老師 主編思想 這份刊物 這份雜誌 那這份雜誌 不僅在台灣 在香港 有很大的聯想力 更重要的是 很多中國大陸的知識界 跟讀書界 都會定期的看這份刊物 這份刊物已經出 目前出到二十三期 二十三期的主題 是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 那現在正在編二十四期 那大家請坐 那大概就介紹 簡單介紹這三個講者 我們今天進行的順序 就先請劉雯 然後是陳寗 最後再請老師 好不好 好